被跟踪的內情 就是我遇到這個女生 後來我知道她是用一個什麼樣的手段 因為她手邊有點錢 她是直接去請真信社 就是等於真的有人隨時跟著你 然後對方呢是會回報 回報就是給 回報她你的行蹤 回報給客戶說 高山峰現在在哪裡 在幹嘛 跟誰做什麼 對 然後開什麼酒喝這樣子 或是吃什麼泰國菜這樣子 所以她才有辦法 這有點恐怖了吧 對啊 所以我那個時候才發現說 欸 硬根真的還好 那是 就是這個女生嘛 但是如果是透過這種方法 要操控你就很可怕 這個後來怎麼分得掉啊 就是硬分啊 我覺得最丟臉就是 如果你要介紹你的好兄弟 給他認識 那他到了現場明明就會講英文 然後 然後 然後就說 然後都不跟他講話 然後你就覺得 奇怪啊 然後潮沙就開始跟他講話聊天 什麼什麼的 他又不理他 假裝好像是他完全聽不懂 他一開始會說Hello 那就是 就是Hi這樣子而已 然後我就說 欸 那你在哪裡工作啊 你是做什麼的 你幾歲啊 然後他就 這樣糟糕 真的 真的太誇張了 對啊 你明明就是 第一次認識我的好兄弟 你還有這樣子嗎 這 那怎麼樣你們可以接受 比如說那你現在問我好了 好啊 我來介紹一下我的好朋友啊 小鐘 哈囉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欸六月這個不錯懷孕了齁 不是這樣 這樣我也不想跟你聊啊 行進去啊 這個狀態懷孕 看報紙啊 我就會說你看不出來嗎 喔 現在也看不出來 還看不出來 還看不出來 對啊 這個你的這個 我跟那你這個杜莉是 滿久的朋友了 對啊 我們人是已經十二年了 超開心 我們算是穿一個褲襪 一起知道 不可能 他的褲襪比較大 欸 我的比較硬喔 啊 你確定 欸 女神還是 如果男生 像他介紹我給他的女友認識 那我問跟他聊天 他還是要我回應 但是我覺得 有點尷尬的事情是 如果 我完全不認識那個女生 就是她剛剛說 她是我的朋友 Zashabella 然後她自己要去上廁所 只剩我和那個女生 坐在那邊 就兩個 啊 糟糕 我現在硬要跟他聊天 我現在要想什麼話題 啊 然後 大家會 趁著那個時間 等 肚力 終於回來了 我現在不需要硬聊 我覺得這個 情況也很尷尬 所以如果是兩個 不熟的人 你讓他們兩個 單獨在那邊 我覺得這個也不對啦 對啊 威能人 我不會這樣子啊 說不定那個朋友 因為是外國 都是外國朋友對不對 對 有些是女生 介紹給他 我覺得 應該OK吧 對 如果有多幾個人 而且我站在旁邊啊 然後他都問他一些基本的問題 那都沒有回答 對 可是杜力 我想要問你就是 你剛剛說的是第一次 譬如說碰到少俠的情形 對不對 那有沒有機會是 會再遇到第二次 啊 有啊 那後來還是一樣嗎 就 就還好 就是對他們有一點冷悶的 我覺得 然後我朋友就開始想 好像是這個人 不適合杜力 因為杜力的個性那麼開放 什麼什麼的 那你的朋友 都會偷偷的跟你講 我覺得跟你講 這個 還是杜力 還是你的女朋友 本來個性就比較害羞 她還好 她跟著她的朋友 都玩得很瘋狂啊 對 我有認識另外一個 比杜力舉例更可怕的女人 就是我有一個 也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然後呢 她就是交往了一個新女友 然後也是 帶出來見面 我們大家是約一起吃飯 那通常就是 就算不想聊天 也會說 欸這位是 小鐘 欸這位是我女朋友 欸 兩個至少還會有 一個say hello的一個 一個至少 對 至少 我朋友竟然沒有做這個動作 就說欸我們來吃飯了 沒有介紹 然後她沒有說 我旁邊是誰 我想說 那是她旁邊有沒有人啊 就是 她沒有介紹她的女朋友 然後她的女朋友 也沒有主動說 要跟大家認識 哈囉你好 我是 我是誰的朋友 所以後來就整場 這個女生都坐旁邊 但一句話都沒說嗎 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吃完她就自己先走了 吃完 吃完 等一下 鍾哥 你講的是病桌的吧 病桌 有可能走錯桌 那個 茶餐廳病桌的人 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只有一個狀況 也會不會是 因為女生 會先很介意說 你沒有先介紹我 我就不想說話 因為有的女生不會主動開口說 欸你們好 我是她的女朋友 這樣也很尷尬 感覺好像女生在宣誓主權 而且要算交往 如果才剛交往的話 男生沒有說 這是我女朋友 你要自己說 欸那個我是她的女朋友 那我覺得 男生起碼可以說 欸這是我的朋友 對啊 不一定要這樣講吧 不一定要講說這是我女朋友 所以男生的問題 因為他沒有介紹 男生先默示了這女的 男生的問題 我覺得我這個朋友 我覺得我這個朋友是有點錯 因為他沒有主動介紹 對 我覺得這個是其實是台灣文化的一個問題 對 對 真的覺得 我們在國外不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只要 比方說我跟我的女友 光介的時候 遇到她的朋友 她一定會說 欸哈囉 她是我的男朋友少小 或是她是我的朋友 不管她要怎麼介紹 她一定會介紹我 但是我在台灣 常常遇到 我跟一個 不一定是女友 可能是朋友 遇到她的朋友 她完全一句話都不說 我是誰 或是她也不跟我說 她跟那個人是誰 她跟那個人是誰 甚至她跟那個人聊五分鐘 我都默默站在旁邊 氣氛超怪的對不對 氣氛很怪 對不起可以插嘴一下嗎 我是她的朋友 這樣很奇怪 沒有啦 因為我可以講 因為有的男生 他的態患率太快了 他態度說你認識就不到三 他態度患率又快 你要重新認識 所以他不如就都不介紹 但有的時候是朋友而已啊 對 他只要介紹朋友 而且他一個外國人在那裡 你那麼顯眼對不對 怎麼會不介紹 他們一起聊天 完全沒有 就好像無不存在一樣 然後一起聊聊聊 那他們 我覺得 是每一位外國朋友都遇過嗎 有啊有啊 尤其是這個 在日本會這樣嗎 其實日本跟台灣比較像 但是我 因為我躲在國外嘛 然後就是美國也是啊 覺得就是 因為我的個性 一定會介紹 所以就是看來台灣的時候 還是不習慣這個 就是 不接受的方式 然後 我們剛剛那個休息室的時候 就是聊到這個 大家就是叫做 對對對 就是 我相信你們國家也是啊 就是 他們國家 日本其實 看地方 東京人就是看台北人 就是有點像 但是像我們就 欸 但是我的朋友啊 一定會這樣講 跟自己的朋友 沒有互動 這樣算是 會讓你們沒有面子嗎 這當然啊 請三分我們舉牌來看看好不好 百分百的啊 杜力又覺得還好 看錯了齁 會或不會 別說 全跟他你都會看錯 杜力不需要跟別人 介紹他的另外一半 因為他的另外一半 來孕婦 杜力的朋友 還要介紹嗎 杜力的菜來了 對啊 杜力的菜來了 OK的嘛 夢多會 我會覺得 因為我 就是 九州男人嘛 很愛面子 你日本人最愛面子啊 而且是我九州 我有個性很強 然後就是 之前呢 我交往一個 分學的女朋友 但是她是在日本長大 她分那個什麼 瑞士跟日本 但是日本長大 所以就是她有 收到日本的教育 那應該就覺得 很OK吧 對不對 結果呢 我有一次 我第一次介紹給大家 介紹我女朋友 想說 而且就是兄弟們嘛 然後就是他們 比較年紀小 所以他們 他們說 夢多哥好之類的 我說好啊 結果我很自信 她是我女朋友 然後結果她說 蛤 都不講話 我說 我說 欸 你看他們就是講一些話 好 嗯 是 只有三個字 然後因為我的學弟他們就是 欸 因為她是我女朋友 欸 那你要不要吃什麼 欸 喜歡台灣的菜嗎之類的 嗯 因為他們都會講英文 他們英文說 他說 收手 翻 然後 天啊 怎麼辦 你知道嗎 但是我是一個 需要一個 大哥的風格 但是覺得我天啊 怎麼辦 我開始緊張 欸 你要不要喝一杯啊 所以我自己幫他拿酒啊 然後我說 欸 你趕快跟他講話 結果他說 他要用這一句話 他說 好無聊 我想回家 哇 天啊 我那時候 你知道多沒有maze嗎 哇 聽一下 當場講出來嗎 講出來 哇 那你誰又聽了 你很想揍他 他 他 disease